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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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哥, 酒莊一陣子的生意好嗎 過得去吧, 總是不知道為甚麼 每個月計算上來 都不見了幾程酒的 你別看著我, 我沒有喝酒的 那個幾程酒就是 細玉拿到學堂裡孝敬那個風老伯的 這個臭小子, 懂得勁勞 自從他讀書之後 整個人都生氣了 不用說了, 其實我一直沒有擔心過 因為細玉是有著我優良的傳統 基本上他除了貪玩小小之外 都是好人一個 說是說, 他都不小了 我們應該趕快找一個人 跟他拉起來 讓他更加生性一點 更生性一點? 不過這樣, 細玉這個臭小子 世界上除了我這麼偉大的貓 可以綁住他之外 也沒有甚麼人可以綁得住 爹, 媽, 我跟你們介紹 這位是瑪莉亞小姐 我讀過那間洋學堂 他有分創辦的 謝謝芳伯母你們好 好… 瑪小姐, 這麼年輕 就扮你學堂了嗎? 要不起, 過獎了, 芳伯母 是呀, 我聽細玉說 說你喜歡喝一杯 所以就帶一瓶洋酒來送你來 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 你真壞, 說到隨街也知道, 不好嘛 馬小姐又這麼客氣, 乖, 送一瓶洋酒給我 人家說那些鬼子佬 喜歡喝一些挖冷地, 真好喝 我看你的酒 甚麼都不記得招呼人家坐 是呀, 坐一坐 坐一坐 坐一坐, 別客氣 細玉, 陪我一起去斟茶 坐一坐 過來, 過兒子 過兒子 有甚麼事 聰明, 不聲不聲 帶我這麼漂亮的女孩回來 這叫做不聲不聲 嚇你一驚, 好不好 好呀, 好過不悔幾皮 就像你媽媽那樣的水準 很滿意嘛 很滿意, 很滿意, 不過沒有 馬小姐府上住在這裡嗎 我爹和娘住在上海 我現在住在我姑媽家 穿身在這裡扮學 純粹為興趣 這個興趣真是不擔憐 你們兩個在談甚麼, 這麼好談 喝茶吧 麻煩你, 喝茶吧, 馬小姐 你們叫我馬利亞就行了 馬利亞馬小姐也一樣 豈不是馬 雙請不如偶遇 今晚在我們府上 吃一頓便飯嗎 是呀 打架我們不好意思 不打, 加多雙快 是呀, 加多雙快 那我出去斬料, 快點燒肉 不用了, 波伯母 不用客氣 要客氣的 你不知了, 我媽不去斬料 她今晚怎麼享受你送給她的刮爛鼻 你呀, 甚麼都說穿了, 不行 小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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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跟阿嬌說 叫她今晚一定要早點回來吃飯 當然是說了, 我故意跟她說的 這個女兒越來越不像 到現在還沒見人 提督大人快到了 你怎麼樣 老爺, 提督大人到了 你來吧 等一下 提督大人, 為甚麼不讓小環去門口接你 這就是宮魚的囚醜 雷魚我不用太拘禮了 是呀... 我和你人見見 這位是我老婆, 李小環 小環 問候提督大人 提督大人, 你好 提督大人 你真是賞臉了, 今天大駕光臨 令我們韓社生輝不死 是呀... 提督大人, 我看你肚子餓了 不如我們進去吃飯 請... 大人, 請上座, 請上座 還有一副碗筷在這裡 雷兄不是還請過甚麼客人 不是不是, 這裡是小女的 她出了還沒回來 不用等她 師爺, 上菜 是, 女爺 大人, 我和女人先敬你一杯, 請 喝杯, 大人 是呀 本官掃聞你在蘇州博有名聲 明天千列亂黨一事 可能有勞雷兄的幫忙 沒問題... 為朝廷出力, 我一定拚命的 是呀... 那就最好了 如果你為朝廷做事 朝廷一定不會代薄你 將來又或者你立了大功的話 我一定會推舉你一個後補功名 將來想說有一官半職的並非難事 那就最好了 以後要大人你多多關照 請, 大人, 來 來, 乾杯, 乾杯 大人, 這個雞是我們蘇州城最有名的 我專門為大人你叫的 大人, 來, 請嘗嘗 嘗嘗 怎麼樣?味道如何? 好雞 好雞? 那...那就是很差勁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雞很好吃 既然好吃, 多做兩件 大人, 請... 喝一杯 你隨意好了, 我乾杯 那些骨頭真的有他的道理 這麼痛 入口的感覺跟我們的肚子不一樣 是呀...你喝了很多, 別再喝了 我知道了 你經常說我喝醉會亂說話 其實這瓶洋酒呢 沒那麼容易上頭 我喝多一瓶也還可以 方伯母, 你的酒量真好 甚麼時候救了你真好 你選到我們小玉, 你就更好 你知道嗎?雖然小玉抵下去 外表那樣風流滴堂, 玉樹流芳 其實他一點也不花心我, 真好 媽媽, 不要亂說話 甚麼, 只是說事實 大家女人才說, 是不是 其實男人呢... 男人呢, 就跟喝酒是一樣的 你初初喝就不是很清楚 很了解他甚麼味道 但是呢, 給點耐性 你做得好, 慢慢來, 慢慢來 做得好, 放下去 你便把你還說出來 給點耐性 我鼓勵你 給點心思考做得好 我們小玉好東西 好了, 別亂說話 甚麼亂說 小姐, 你那些我還沒說 怎麼會說的 當年, 若非我這麼有耐性 你心急踏下去 豈會知道你這麼有男人的味道 細玉呢, 這麼大個兒子 第一次拍拖的 你不可以令他傷心的 我告訴你, 李鱼哥你嚇壞他了 我打一瓶給他 好, 好, 好 你喝醉了, 喝醉了 失禮了, 失禮了, 失禮了 失禮了, 失禮了 馬小姐, 你甚麼時候經過了 多謝你 是呀... 謝謝,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媽一喝醉就這樣了 所以平時我們不讓她喝 也不是, 我覺得方伯母 挺豪爽, 整個女中豪傑 我想是你才這樣稱讚他 是呀, 時候也不早了, 我要回家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又怕我見你那個姑媽 我也帶你回去見我爹和娘 你甚麼時候才帶我見你姑媽 我想還不是時候 不如讓我讓你準備一下吧 那好吧 細玉, 如果你以後發現 我有事騙你 你會不會不理會我 傻了, 你怎麼會騙我 我是說如果, 你先回答我 好吧 無論你怎樣對我都好 我都不會生氣你 那行不行 你說過要算數的 是呀 是呀 大人, 請 剛才酒氣菜薄招呼不到 大人, 千萬不要見怪 雷元愛不必客氣, 送到這裡就行了 是 爹 乖女兒, 你去哪兒了 快去見個提督大人 大人, 拒在小女雷嬌 提督大人, 你好 原來你是雷元愛的千金 怎麼雷認得的? 沒有, 有一次本官微服過學堂 跟雷姑娘發生了小小誤會 但是我很欣賞雷姑娘的不畏權勢精神 令我印象難忘 大人, 你的氣量風雲 也令小女子印象難忘 那就是吃英雄更英雄 如果現在不是時候太晚的話 真的很想向雷姑娘請教教學的心得 怎麼敢當 我相信來日方長我一定有機會 對了, 雷元愛, 雷姑娘告辭了 大人請, 大人請 小人不動, 大人好走啊 大人好走啊 大人整晚沒笑過 但是剛才對著你好自好 好, 我先回家 小人 小人, 你瘋了嗎? 無緣無故不斷在這兒叫的 你瘋了, 我一定沒看錯的 沒看錯甚麼 你知道嗎?大人督大人 我們阿嬌有意思啊 不是吧 甚麼不是吧 他看著我們阿嬌的樣子 還打了糖 我真的整晚都沒看過他笑 那倒是 如果我做了提督大人的外父 發財 老爺, 你別亂來 你不是不知道我們阿嬌他有脾氣的 你怎麼知道他喜歡不喜歡 那現在提督大人很失禮嗎 人年輕又英俊, 而且是大官 這種人才去哪裡找 他好又怎麼樣 如果我們阿嬌不喜歡 皇帝也是假的, 老爺 你不要潑冷水才行 感情的事是可以慢慢來的 好似你 以前沒有現在對我這麼好, 是不是 對了 蕭蕭, 你知道我們阿嬌有沒有心上人嗎 上次都跟他談過, 都沒聽過他提 那就行了, 我們就跟他們製造機會 提督大人這個外父呢 我就在做了 提督大人, 不知道叫小人來有甚麼吩咐呢 是這樣的, 雷兄 雷兄, 昨晚我不是跟你提過 說想借助你在蘇州的影響力去殲滅亂黨 但是經我詳細考慮過之後 我發現雷兄又沒有功名在身 正所謂名不正言不順 辦事上來似乎不是很方便的 大人, 小人雖然出身低微 但是對朝廷是一片忠心的 希望大人你給我一個機會為朝廷出分力 雷兄, 你怎麼這麼緊張呢 提督大人這次叫你來 就是跟你想到一個好辦法 想到一個好辦法 沒錯, 我知道雷兄一向很有誠意為朝廷辦事 所以我特地破例一次 封你為記命千種 等肅清亂黨之後 我再向朝廷推薦你一官半職 不知道你意思如何 謝謝大人關照... 雷老夫真是感激不盡 但是不知道怎麼報答大人你最好 只要你盡心盡力幫朝廷辦事 就已經是報答我了 這裡有我的令牌 有了這令牌 你可以隨時搜查居民 觸拿亂黨 你好好地利用這令牌 謝謝大人... 本官對身色教學很有興趣 不知道零千金什麼時候有時間賜教 應該是大人指教小女才對 小女的年紀很輕, 什麼都不懂 如果大人肯指教的話 那就最好不過了 萬大的事放在我身上 好, 我就靜候你佳音 我有重要事要辦 你跟葉知府好好地商量一下 先滅亂黨的事 大人請便, 大人請便 雷兄, 你這次真是幼女萬事足 葉兄, 你又取笑我了 你將來做了提督大人的外父 千萬不要忘了我這個媒人 怎麼會呢?我們同路同步 我好, 即是你好 你有了這個令牌 以後還有誰跟我們作對 那倒是 那我們的私幫生意 不可以越做越大 正所謂有功就要洗盡力 對, 有功就一定要洗盡力 走開 這位大哥, 真是不關事的 你報告 這次你死定了 你也算大膽 等童大哥來到你就知道 這位大哥真是不關事的 我甚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 地下的是甚麼 發生甚麼事 走開 這條樓梨 明知道我們碼頭的規矩 是不問鴉片的 他誤誤的說幾傷是茶葉 怎麼知道天有眼 掉了傷在地上讓我們看不到 你也大膽了, 敢嚇我們 扔我吧 扔我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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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我吧 我不知道有誰 給我這條生路我走 給你這條生路你走 你快點去鴉片 有沒有想過我給他生路走 讓他走 讓他走 唐大俠, 不關事的 我不知道裡面的鴉片 不要 地下層, 剛才說不關你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真是不關他事的 是雷女, 沒算過分辨我這麼做 他說你們馬頭不肯收我那些貨 分辨我說這貨是我自己的 我真的不知道裡面的鴉片 原來也是雷老虎又搞鬼 這次我相信你一次 如果再天下次別怪我不客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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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大哥, 這裡有很多箱鴉片 會很值錢的 值錢又怎麼樣 你叫我曬他嗎 那不如報官吧 走 報官豈不是要把貨給雷老虎 別這麼便宜 是呀 郭兄弟, 我們把那些鴉片扔掉好嗎 好 甚麼? 孤雷斤把我整萬兩個鴉片扔掉到海 豈有此理, 你貴蛋 今晚我一定要殺了你 老爺, 你別這麼勞氣, 顧著身子 四爺, 替我拖行人馬帶齊工 今晚我一定要跟孤雷斤做己 老爺, 這樣做法出師無名 我怕有點不太妥 假如提督大人怪罪起上來 難道我老爺你說 因為不見得了鴉的鴉片 那不是怎麼樣 要我吞了這口氣 老爺, 我有個方法 說吧, 你經常都是這樣 有屁, 阿芳 是呀, 老爺 老爺, 你現在手上不是有 提督大人的令牌嗎 我們今晚去碼頭 屈污里根 一個窩床亂檔的罪名 還要把他連根拔起 碼頭就由老爺你控制了 老爺, 你想問甚麼就行了 果然是好計 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我來這口氣, 我早就想拔了 今天我一定要打到你睡不著 老爺, 我覺得不太好 不如你當職那些陰德算了吧 好不好 小華, 你說甚麼 所以說你是婦人之人 要做大事就一定要心鏗手辣 你不殺人, 人就殺你 正所謂俗語有話 斬...斬根就不除草 老爺, 叫做斬草除根 斬草除根 斬根, 差不了多少 大哥真是好東西吃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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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事 甚麼事 你老公帶了很多人來爭培 對 你以為是天洪鬼想連班人打嗎 好, 我和正一同盤到底 阿金阿財, 叫死兄弟 好吃, 老爺, 老爺 老爺, 老爺, 老爺 老爺, 老爺, 老爺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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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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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老爺, 你帶這麼多人來咕哩館上面 你這個咕哩館, 你敢這樣跟我說話 你知不知道我是提督大人 申委任的紀脈千狗 你總理的事有關我差事嗎 這是提督大人的令牌 我為你窩蟲聯黨, 要徹底守閘 走 你敢來抗冠名 雷老夫, 我就是假公祭司 不錯 有事我們可以跟你去衙會見提督 江世玉高天前 你們倆一起在這裡就對了 我今天就好好的教訓你們 好, 看得怎麼樣 人類 是 我搜查清楚 幾道違抗命令就當亂黨萬 假神文論 是 兄弟, 官逼文反, 細經他們, 上 是 死 死 死 只會 身體 都來處住 你先把他放在一起 來吧, 女主, 這麼多, 不得任意 不如我們先走 只有你 好, 救命 救命, 救命 甚麼事?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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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大哥… 船大哥, 救命 救命 船大哥, 飛機很熱… 救命, 船大哥 船大哥… 船大哥, 走 哥哥 救命 救命 船大哥… 徒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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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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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 你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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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掩飾一下, 先吃飯 但我經常吃完豆 我可以拿藥和沙補回來 謝謝, 師傅 你老闆師傅, 我的護理館 趕絕我的兄弟 我和正經一定要報仇 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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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沒有 他燒我們護理館 我們燒回他家 好, 燒回他家 好, 燒回他家 燒回他家 我們已經把技術都燒了 威民除害 好 大家冷靜一點 以牙歸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要寬恕我們的敵人 用愛心去感化他 你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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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心去感化梁老虎 你不如用鴉片去感化他好嗎 是呀 是呀 殺人天命欠債還錢 我們明天早就用良老虎算帳 好 你們這樣做, 閒私刑是不對的 其實應該是在衙門告狀求的公道 你說甚麼? 你叫我們衙門 你叫我們去衙門? 你叫我們去發告 你一定是跟雷虎有親頂了 一定是 就算有, 我也幫你不幫親 我只怕弄出人命 到時候就得不常失了 搞甚麼? 馬姑娘說得對 正所謂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雷老虎的包槍被倒, 賣煙是不對的 如果我狗冠義蜂蜂不兵工辦理 我們連他銀蜂也燒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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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乖,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學好東西幹甚麼 你今晚是不是找人放火招 和千金加苦力館 你胡說甚麼 他們自己火足而已, 關我甚麼事 你還不承認 和千金拋了你的鴉片到海 你還找人放火燒他們, 是不是 你說甚麼, 你從哪兒聽回來的 我親眼見的 爹, 你別再做傷害你的事了 反賣鴉片還不夠嗎 你還要搞得殺人放火 你們父女在這兒吵甚麼 娘, 你快點勸爹改邪歸正 甚麼改邪歸正 我這份人還不夠正嗎 你看看, 我賺的錢都看得慘的 還光過我今晚苦力館場大火 甚麼, 你說甚麼 又光又大火 爹, 你當我認錯也好, 鎮災也好 快點捐錢出來建一間館 要不然你這兒就會神增鬼險的了 你現在就是教訓爹了 我不是教訓你 如果你不照我少爺去做的話 我就不認你做爹了 你... 給錢你讀書, 讀成這樣 你看看... 現在幫著愛人來對付我 你有處理 乖女兒, 娘, 開門吧 開門, 聽話吧 嬌 乖女兒 就算你有甚麼事 你也跟你爹好好的商量嘛 我哪有搞得兩父女好像仇人那樣 你爹就快被你氣死了 連你也幫著他, 娘 我誰都不幫 不過就算你爹怎麼不對也好 你也不應該幫著外人的 這樣很不孝的 那就當我不孝了 你看看, 又是來了 乖乖的, 聽娘說 去跟爹倒一杯茶, 哄他開心 那就是要我認錯 其實要叫爹跟他們倒一杯 認錯就真的 那你真是不聽娘的話 輸個女兒這次不孝了 爹平日在外面做了那麼多陰則事 我也不敢跟別人說我是他的女兒 他如果做了這件事 我更加爭他不下 阿嬌 有甚麼事明天再說, 我很累了 睡 阿嬌, 阿嬌, 阿嬌 你在做甚麼 是呀, 你倆這麼累了 有關你 你這樣爹爹爹爹做甚麼 家裡沒有門口讓你出入的嗎 媽, 你有所不知 我最近在練習兵工 阿嬌 輕功就像老鼠一樣 在梯上爬上爬下叫輕功 你從哪兒來 我…我回房睡 慢著 你不回答我就不用指望你進房 我出去救火 對了, 剛才隔壁的二叔說 苦力管火竹 苦力管火竹關你事嗎 關, 當然關 那左輪又理嘛 當然要守望相助, 難道見死不救 左輪又理你還有個兒嬸 那是誰的孩子, 關不關你事 阿嬌 那又怎麼回事 不關你事 說吧 長風是雷老虎放的 吳大哥丟了他的鴉片下海 他就報復蕭虎力管 這樣拖見死不救嗎 你幫人家去打雷老虎 你知不知道你的功夫不是雷老虎手腳 到時候打輸了還要我幫你出頭 原來你怕雷老虎的 說笑吧, 我怕雷老虎 雷老虎千萬不要得罪我 我把他老虎變成病貓 好了, 別吵了, 進房間 你別吵了, 別吵了 你打不贏你娘 你也別讓人出去打架, 知道嗎 你真聰明, 教兒子打我 沒有 我聽著的 我聽不到的 走 我聽到這聲音 你真聰明, 想想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和我一無所有 走 銅千斤這個孤雷頭 竟敢糾縱造反 是呀...昨晚在孤雷管失火的時候 他還煽動部門搞事 是呀, 今天他還帶了一大批人 攻打我們衙門 簡直目無王法 是呀, 所以你卑職 懇請大人你下令把銅千斤捉華歸案 大人, 擒賊先擒我 把銅千斤捉回來殺一警白 就沒人敢鬧事了 好, 就幫我把銅千斤拘捕自罪 長哥, 這麼多點了 好多了, 不過有時候還疹疹痛 我想你還是要找個地方養個箱 養個箱也不太方便 是呀 沒辦法了, 副女館被人燒了 現在沒地方住了 不如住客棧吧, 客棧怎麼住 我想暫時也要找一間舊祠堂 先挾腳吧 唯一是這樣, 不如等你這隻腳好 再找來老夫算帳吧 不是呀, 這次不要衙門叫 不是呀, 直接放火燒來老夫家 不得了…大件事 甚麼事呀, 乖 有些公兵來這裡 是… 神父, 神父, 為甚麼外面學生都不見了 只有官兵去抓人, 嚇跑他們了 抓人?抓誰 他們抓了她是唐千斤, 說她是叛黨 那方世勇呢? 不知道, 剛剛看見她跟著不悔走 不知道她去了哪兒 世勇, 你這次一定要救我哥 女兒當然會救你哥哥 乖, 別哭著 大人說她是亂黨 她這次一定沒命了 他們沒有證沒有據, 怎麼可以亂殺人 我這次當然是雷老虎和九官葉虎文 夾起來陷害你哥哥 我們小弟哥, 父母就已經不在了 我和哥哥相依為命 如果哥哥這次真是甚麼事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不要這樣, 最多這樣 我回去和天使商量一下 看你怎麼救你哥哥出來 如果我公公子真是甚麼不渣 你以後有沒有人肯叫我 你說呢 不悔... 不悔乖, 別這麼傷心, 不悔 別管我了 麥莉... 小蓉, 你別走, 只有你一個知心 麥莉... 小蓉 麥莉...你別走 麥莉... 為甚麼我這麼擔心 你被官兵抓了他 以為你被知心人纏著 不是, 童大哥被官兵抓了 我在安慰他 要不要安慰到摟一塊 不關我的事, 是他摟我 聽我的解釋 小蓉 小蓉 你想吃過你的哥哥嗎 想 想就乖乖地走在後面等我一下 乖乖, 走吧 不會 走 走 走 你也見過了, 不關我的事 我想我們要想辦法 怎麼把童大哥救出來 那到底發生甚麼事 雷老虎他去提督大人那裡 騙過童大哥說他是亂黨捉了他 說這麼多幹甚麼 我們現在就去抓雷老虎回來 我不用這麼放我哥 參見提督大人 雷姑娘, 免禮 小女子今天無會求見 實在無禮 請大人多多恕在 雷姑娘千萬別這麼說 在下有失遠形 是我無禮之珍 請坐... 對了, 雷姑娘今天來 有甚麼賜教呢 我今天來是想向大人求助一事的 你儘管說 如果我辦得到的一定會幫忙 我想請大人釋放銅千斤 銅千斤是陰謀作反的亂黨 他是被我無告的 你何以見得呢 我們城中很多不法奸商 勾結官府, 販賣鴉片 銅千斤他看不過眼 就拋了我們的黑貨 誰知道被人報復 燒了一間苦力館 還被我無告他做亂黨 其實他是良民 才達人名鑑 真的有這種事 本官一定會切查清楚的 對了, 雷姑娘和銅千斤有甚麼關係呢 要令雷姑娘親自為他出頭 和某些小女子並無關係 是, 只不過看不過眼 官商勾結作奸犯科 希望大人太鏡高遠 可以令百姓小民今後 不再受欺壓 可以安居樂業 但本官上任以來 一直見到老百姓安居樂業 大人, 如果地方官欺下門上的話 大人你硬見的 只不過有人粉飾太平 荒唐, 你為甚麼某謀言 去見提督大人 我跟他說銅千斤 是被人無告做亂黨的 你... 乖女兒, 為甚麼你不問過爹 才見提督大人 做官的人做老百姓的父母 老百姓見父母 要不問過爹 你還拼嘴 你知不知道銅千斤是亂黨 你這樣去幫他 是不是想爹給我殺頭 爹, 你放心 銅千斤是一等一良民 你一定不會殺頭 但如果你繼續包槍 被盜賣一片的話 你就一定會殺頭 你... 乖女兒,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爹 娘, 我不想爹殺頭好像勸他 你不幫忙勸 但後輩還要太晚了 你閉嘴 我現在馬上帶你 向提督大人請罪 說你就亂說無謂 不用了, 爹 提督大人已經叫我 三天後再見他 提督大人為甚麼要見他呢 你問我嗎?我問誰 黃大哥被他抓了幾天 都沒有消息 看來都兇多吉少了 可惜我們是無能為力 甚麼叫無能為力 我們跟他這樣兄弟 都不去救他 還有義氣 我知道 可是我們幾個人 細菇力藥難道是劫獄嗎 說得我就是想去劫獄 跟我們三輪的力量 再加上苦力管的兄弟 我說一定成功 劫獄, 犯法的, 斬頭的 別餘我了, 不要餘我了 很膽困 沒錯, 我們這樣做是很無謂的 如果我們這樣做 就算我們不是亂擋 也被人亂擋 天賜是甚麼亂擋 現在的奸官奸商 互相勾結都弄到七角這麼亂 不爭了, 連我們也亂了一份 這些就叫官逼民犯了 是不是 大人, 拜見提督大人 大家自己人, 勉禮… 大人, 小人今天專程 帶阿嬌來向大人請罪 雷姑娘何罪之有呢 兩天前小女曾經請求大人 說同千斤是良民 希望大人放她一馬 其實是小女一時失言 望大人輸罪 雷姑娘並沒有失言 其實我很清楚地查過 同千斤的確是一個良民 我今天已經把她放了 禁結大人 是啊, 其實這次我誤會了她 是本官的失職 謝謝大人命教 不必客氣 其實做官就像做父母一樣 要愛民如子 如果無故妖民, 與民為敵 老百姓又何來安居樂業呢 你說是不是, 雷兄 是…是小人一時失策 冤枉同千斤, 望大人輸罪 不知者不罪, 雷兄 謝謝大人包行, 小人告退 再見, 大人 雷姑娘可否留步 可以, 當然可以 阿嬌, 陪大人談談 大人又要麻煩你照顧小女兒了 我會 小人告退, 小人告退 請 雷姑娘, 其實今天我有個不情之請 說出來希望雷姑娘不要見笑 大人請說 我有個朋友 送了一張西洋的玩意給我 他說可以把人的樣子 一模一樣翻印出來 可是我又不太明白 所以想請教雷姑娘怎麼用 這一步就是西洋人發明的機器 叫照相機 照相機 照相機 之後這張人的樣貌 照版主會翻印出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 醫學會用的很容易 如果雷姑娘肯做我的老師 本官實在有幸 對了, 雷姑娘 我聽聞你好像讀過楊學堂 接觸過西方的文化 今天本官果然知道雷姑娘是博式多文 實在佩服 大人你太過獎了 小女子實在擔當不起 不如你教我怎麼用 好, 你過來這邊 你左手拿著那塊閃膽 這樣一向, 右手拿著這個按鈕 拿著, 拿著頭去, 看著前面 這樣? 是呀, 別伸出來 你見到我 見到了 你左手那塊閃膽大高 然後右手去按鈕 你說拿手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有什麼看法 每天都賣出 照顧想要看頭 不得到我 呢? 看得到我 好, 你好 我小朋友 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看法 你嗎? 你來自豪 你能看得到嗎? 你打算看法 我沒有看法 你給他 如同在良短看不看見 現在的安全觸不到的變 源源在前面那可以避免 舊日可相連今天勝意拳 願源在前面腦中轉又轉 舊日的安排今天作的緣 舊運就遲現每刻面又變 默默的相連始終是有緣 看吧看吧莫蒼蒼的天 明日的火會給你換作天 看吧看吧亦身的心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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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